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 抗疫去咯 狐狸爱上图书馆 老鼠正享受着夜晚的宁静 突然传来一阵狐狸的味道 一声巨响 带到你了 狐狸呲牙咧嘴的说 但是老鼠早就一溜烟的 跳进了地下室的窗户 别想跑 狐狸大叫 紧跟着老鼠挤进窗户 跳进地下室 跨过纸巾 穿过铁架 冲到角落 钻进一条狭窄的通道 终于 统统到了另一头钻出来 老鼠跑到哪儿去了 狐狸用力地闻着 不过 这里全是纸张的味道 还有人的细味 那里 身下那头闪过老鼠的身影 狐狸立刻把水狂追 突然 老鼠停下来说 噓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吗 怎么可以这样大声吵闹 少废话 你马上就是我的了 狐狸大叫 哈 这里没有东西会是你的 老鼠直接地笑了起来 这里的东西只能用鞋的 所以我不可能是你的 这里不是打猎的地方 是图书馆 读读读读什么 狐狸问 图书馆 老鼠回答 我离开了看四周 说 什么是图书馆 就是有很多书可以借来读的地方 图书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读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读书可以让你想到好点字 老鼠把一本图画书扛了过来 这本书给你读 你就会想到好点子 书里的插图 有一个老人和一只猫 他们养了一群鸡 然后一只狐狸上门讲 麻烦 图书馆里变得好安静 突然 狐狸趴了一身把书合上 鸡 狐狸叹了一口气说 那可是一顿大餐哦 狐狸轻了猛点头 狐狸离开时 他松了一口气 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回去读 老鼠大喊 不过狐狸早就走远了 隔天晚上 狐狸又来了 我来拿昨天那本书 还有你 我也要带走 这样就有人念故事给我听了 老实说 我 我看不懂事 老鼠摇摇头说 对不起哦 我没有时间耶 这本书实在太棒了 我正在学变魔术呢 不过 那里有CD价 你也许找得到那本书的有声书 狐狸很幸运地找到了CD 老鼠说 你可以把书和CD一起借走 归完时 都是不可以有咬过的痕迹 还有 你要先办一张借书战 话还没说完 书 CD和狐狸早就走远了 到了第三天晚上 狐狸又来了 这次狐狸把母鸡带了过来 竟然有这种事 我已经把母鸡咬在嘴里了 她还问我知不知道 鸡骨头会刺伤我的喉咙和胃 这是真的吗 查一查放我百科全书吧 老鼠说完 又继续骗她的魔术 母鸡被热得快不能呼吸了 不过 她还是很热心地为狐狸朗读百科全书 读完了 换读宠物大全 然后又读食谱和故事书 听着听着 狐狸就睡着了 读着读着 母鸡也睡着了 只有老鼠还在一旁变魔术 太阳升起了 大门打开了 人们进来了 老鼠叫醒了母鸡 母鸡叫醒了狐狸 他们正想溜出去时 母鸡看到了她的主人 母鸡对狐狸眨眨眼 小声说 如果我现在对主人咯咯叫 你就完蛋了 狐狸吓得发抖 然后狐狸眼眨眨眼对母鸡说 你看看 你的主人借了什么书 这回 闻到母鸡发抖了 我有个好主意 狐狸说 我帮你挖一条通道 让你可以自由出入机场 条件是 你教我认字读书 母鸡点头同意 于是他们找了一本 彼此都喜欢的书 又找了一本 再一本 等一下 老鼠大叫 一次不能接超过纸本 时间到了 一定要打回来还 不过书 狐狸和母鸡 早就走远了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 下一个故事